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讲第七 就是要发自信心 记得 有个小儿子要去受戒 教授问他 谁叫你来受戒啊 小儿子说 师父 这个教授和尚一巴掌打过去 师父叫你来 你就来了 那师父不叫你来呢 接着 接末和尚又来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说 谁叫你来受戒啊 被打了一次啊 这小儿子他学乖了 他想 刚才我说 师父叫我来的被打 于是他改考回答到 哎 我自己来的 接末和尚又一巴掌打过去 他说 他说 师父没叫你来 你竟然自己来了 哇 这小儿子 这小儿子两次被打 被打得无所思从 为什么无所思从 大家想想 因为他自信心不够 对自己的答案没有把握 他说 佛教里面啊 很有名的典故 讲谁 讲释迦牟尼佛 讲他出生死 行早七步 步步连花 一扫子天啊 一扫子地 宣称什么 他说 天上天下 唯我都尊 基督教里面也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这个我是谁 是基督 佛教里面有个著名的当侠禅师啊 他把佛像披来烧火取暖 寺庙里面的生人啊 就呵斥他 当侠禅师 他辩解道 我烧舍利啊 好多供养啊 这世生啊 一乐 他想 并且说 这木符 怎么能够烧出舍利啊 当侠禅师说 既然木符 不能烧出舍利 不是真的符 那另外两种人也烧掉好了 于是啊 他就把它烧了 所以啊 林济禅师啊 他说 如想正道啊 但莫受能复 这是原话 他说 向里向外 奉走便杀 奉佛杀佛 奉主杀主 奉父母杀父母 不拘 不拘 应该说 不与物拘 套脱自在 使得解脱 诸位 诸位 但别误会 不是叫你去杀佛 杀主 杀父母 那是出父身学 出父母身学 这样会最多地狱 这里只是启示你一点 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世界上 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 也没有偶像 因为佛有佛性 你也有佛性 佛性平等 你也是佛 未来佛 所以你要自信